何时手机的购买决定这么难? 在小米诞生之前,你要就掏出一大笔钱购买旗舰 或是购买终端机,然后忍受它做不到的东西 现在有了小米,再来Pocophone 你不仅仅拥有非常可负担的终端机红米诺5作为选择 你也有非常可负担的旗舰Pocophone FE作为选择 我是来自科技先生的Alex奥 你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小米Pocophone FE与红米诺5的比拼 这比拼我将会非常的严苛 因为有像Brian Lim那样做不了决定 要选择Pocophone FE或是红米诺5的消费者 感谢Brian Lim说出他想要在这比拼看到的 这比拼我们将会关注于性能、相机与最重要的价格 在我们开始之前,让我们来了解两部手机的参数 你能在这暂停影片,因为参数已经在影片中出现 小米Pocophone FE使用的是塑料背盖 而红米诺5使用的是三端式金属背盖 到底要选择塑料或是金属,那就是个人喜好 但对我个人来说,我还是比较喜欢金属背盖多于塑料背盖 我并不讨厌塑料背盖,但Pocophone FE塑料背盖并不是我握过 最好的塑料背盖,它让我回想起红米1的塑料背盖 在机身正方,你会在Pocophone FE上找到 6.18英寸,18.7.9,1080p LCD萤幕 你会在红米诺5上找到5.99英寸,18.9,1080p LCD萤幕 两部手机都是使用了康宁大猩猩玻璃 就算小米没有宣传Pocophone FE支持HDR播放 但它确确实实支持YouTube的HDR播放 当你在YouTube播放HDR内容时 Pocophone FE的萤幕比起红米诺5看起来非常的平淡 就算播放的不是HDR内容 红米诺5的萤幕都还是看起来比较好 这两部手机的萤幕都不是市场上最准确的 不是颜色太过鲜艳 就是非常的平淡 当这影片上线时 Pocophone FE还未支持White Wine LE 这意味着你并不能在Netflix、Amazon Prime或其他的串流软件 播放高清甚至HDR内容 小米的目标就是在年尾之前 透过基于安卓9.0派的MIUI10 Beta推送 在萤幕的上方 你会在Pocophone FE上找到刘海 刘海包括2000万像素前置摄像头 作为负扬声器的听筒 传感器和专位免布解锁的红外传感器 这脸部解锁的速度非常的快 它在你闭眼的时候并不会解锁 加入红外传感器 让你在低光甚至霉光的情况下脸部解锁 你会在红米Note上找到1300万像素前置摄像头 听筒、传感器和自拍闪光灯 Pocophone FE是防剑的 一些雨水将不会是问题 小米Pocophone FE搭配的是高通骁龙845 而红米Note 5搭配的是高通骁龙636 哪一个比较好? 这绝对是搭配骁龙845的Pocophone FE 它在重度使用下都不会出现性能下降的问题 如果你经常打游戏 Pocophone FE绝对是这两部手机之间最好的选择 这并不能说搭配骁龙636的红米Note 5 不能重度使用 但当它发热时性能会下降 由于Pocophone FE内置了Liquid Cool水冷技术 你并不必担心它会出现严重发热的问题 如果你并不会在手机打游戏 或只是玩玩小游戏 红米Note 5绝对能够胜任日常使用 但会比Pocophone FE来得慢 Pocophone FE和红米Note 5 都是运行着基于安卓8.1 Oreo的MIUI10 如果你还没观看我们的MIUI10国际稳定版的影片 你能在下方描述找到连结 或你能在右上角找到 安卓9.0Pi已经推送给Pocophone FE 但只是MIUI10 Beta 在这影片里我们会专注于稳定版 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消费者会说Beta Wrong 现阶段小米并没有消息会为红米Note 5推送安卓9.0Pi 两部手机都支持TRABLE 所以小米为红米Note 5推送安卓9.0Pi并不会成为问题 如果你正好奇为什么红米Note 5有App Drawer 这是因为我在红米Note 5上安装了Poco Launcher 我非常喜欢这Launcher 近期它还得到了夜间模式 你能观看我们在红米Note 5上手Poco Launcher的视频 来了解更多 你能在下方描述找到连结 或你能在右上角找到 小米Poco F1和红米Note 5都内置了同样的后置双摄像头组合 双摄像头组合是F1.9 1200万像素主摄像头 再加F2.0 500万像素副摄像头 1200万像素主摄像头将负责所有的拍摄工作 而500万像素副摄像头只负责景深数据 虽然两部手机都内置了同样的双摄像头组合 但由于骁龙845与骁龙636都搭配了不同的图像处理器 所以照片的数值都不同 这部分就是Poco F1比红米Note 5来得更出色的地方 Poco F1会拍摄出细节更好的照片与更广的动态范围 这在人像照片也是一样的 Poco F1能够拍摄更好的人像照片 就算两部手机都只有单前置摄像头 两部手机都还能够拍摄人像照片 这还得归功于人工智能 你能观看为什么我们将不会制作小米红米Note 6 Pro的影片 与两部手机的评测来观看更多的前置摄像头照片样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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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方面 在Poco F1上你能录制1080p 30帧与4K 30帧影片 而在红米Note 5上你只能录制1080p 30帧与60帧影片 两部手机都不具备光学防抖 但小米为两部手机加入了电子防抖 你能录制非常稳定的1080p 30帧影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Xiaomi Pocophone FE内置了双扬声器 而红米诺5只内置了单扬声器 两部手机的音量都非常的小 但音质就只有一般 两部手机都还具备3.5mm耳机接口 但音质就只有一般 这两部手机绝对不是我享受多媒体的首选 Xiaomi Pocophone FE和红米诺5都内置了4000mAh电池 两部手机都支持高通快充 就算两部手机都具备了同样的4000mAh电池 但续航就有点差别 两部手机都能提供大约一天半的续航 但红米诺5能够提供我多于一天半的续航 Pocophone FE支持高通快充3.0 而红米诺5只支持高通快充2.0 小米在Pocophone FE的包装内附送了快充3.0充电器 而小米在红米诺5的包装内只附送了5伏2A的充电器 两部手机透过快充充电器需要大约2小时才能充满 是什么让小米Pocophone FE和红米诺5的购买选择那么难? 当然是售价 现阶段Pocophone FE64GB版本的售价为1299mAh 和128GB版本的售价为1499mAh 红米诺53GB版本的售价为699mAh 和4GB版本的售价为899mAh 对于熟悉科技的消费者来说 他们的选择一定是Pocophone FE 因为他们知道Pocophone FE拥有比起红米诺5更好的参数与更好的性能 对于不熟悉科技的消费者来说 他们主要的考量因素会是价格 他们并不了解骁龙845与骁龙636之间的差别 如果你问我我会选择哪一个 我一定会选择Pocophone FE 这比拼就到这 如果你想更深入的了解Pocophone FE与红米诺5 你在影片的尾端能找到两部手机的播放列表 感谢收看 喜欢这影片就把喜欢纽揍下去 分享出去和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部影片见